原标题 乌江自问,汉朝分东汉和西汉,这两个汉家起来有四百多年,属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朝气蓬勃的时期,首先有钱,其次能打,再次有骨气,东汉西汉都是流氏皇族建立的,再看中国历史上,没有一个家族能抵得上这个家族那么持久的待在富贵和权利的核心,也没有一个家族能毁灭一个朝代, 又重建一个朝代,继续延续家族的荣光,虽然东汉比较沉弱,只存在了一百九十六年,但比起隋朝的杨氏家族,以及秦始皇家族,也已经好太多了,明朝的朱元璋建立的政权也十分稳固,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辉煌的朝代,朱氏家族也十分庞大, 只不过后来被屠杀殆尽,当然朱这个姓氏人还是很多的,只是朱氏皇族血脉不多了,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,为什么流氏皇族的血脉传承就那么多呢? 这要归功于刘邦的分风,汉朝皇族大多都有风诀,刘邦把皇族子孙都发配到风地上,做土皇帝了,所以这些人得以保存弑地,在远离朝政漩涡的地方,苟全性命活了下来,开枝散叶,最终子孙满堂,汉武帝的堂兄弟竟有几百人, 所以老太后在汉武帝不听话的时候,威胁她说,我可以离你,也可以废离你,就是因为刘家兄弟太多了,换成清朝爱新觉罗家的世事,恐怕被选人就没有那么多了, 尤其是到了清朝中后期,更使生育稀少,西汉东汉在整整四百多年的时间里,传承了二十八代,在喜汉时期,皇族就有十多万人了,不过,虽然流逝皇族的血脉多,但却没让国库辱不敷出, 因为汉朝封爵不是世袭的,王爵三代之后就会变为平民,可以自力争生了,所以对国库没有压力,汉朝短暂的终极,被疫情借助,这个人就是王莽,大司马王莽其实并非是一个坏人,他是一个锐意革新的改革家, 有人坚信王莽是个穿越人,因为他用了现代化的改革方法,把汉朝这个牛拉车的古板落后的古代社会,构建拉散架了,王莽把汉朝顽脱了,王莽改革后,爆发了长达九年的起义,国内外一片混乱,而此时混杂在人群中的,已经变成平民的流氏皇族尤为强烟, 不过,这些平民都说自己是刘氏宗亲,看起来似乎牵强了点,但只要姓刘,又跟皇室挂点勾,支持率还是高的,王莽给韩平帝下毒后,将两岁的小皇帝刘英抱上隆挤,小皇帝六岁时就被废除了,王莽登上皇帝位,王莽实行人证,他以为新政一定会让封建社会大踏步进入新时代, 权贵反对的很激烈,百姓也不理解,大家觉得以前的生活挺好的,为什么要改呢? 封建社会的人都有正统观念,他们认为天下就是刘氏皇族的,所以拥护姓刘的,王莽最大的悲哀就是姓王, 当然姓王也可以当皇帝,是要经过剧烈的流血牺牲,才能改成换代的, 爱心觉罗就是个例子,当时汉人的反抗多激烈,可以说在三百年政权期间,就从来没停止过反抗, 当然爱心觉罗又是不同,百姓认为天下应该是汉人的,给天下改个姓都那么困难,更别说改个民族了, 那更是困难,王莽被推翻后,草包刘璇被拥上地位,因为他身世比较显赫,草包刘璇对政治不感兴趣, 大家也只是为了赶走王莽而立的他,所以有了离心,他们想重新挑选一个继承人, 刘璇整天花天酒地,以为高枕无忧,却落了个被勒死的下场, 此时出身平民的刘秀闪亮登场,他左手抓美女殷丽华,右手抓江山, 很快就脱颖而出,成为陆林军中的强眼的军事力量,刘秀带着三千人攻打昆阳, 将王莽的四十万精兵主力一举攻下,成了军事史上的奇迹, 这一战让刘秀赢得了在汉朝的声誉,归附者众,公元二十五年, 刘秀建立了首都洛阳,又经过十多年,才统一了天下, 刘邦的后人自此已经有几十万人了,刘秀即位后, 善待了皇族后裔,让他们好好的活下去,不断繁衍下去, 目前刘姓是全国第四大姓,其中有不少是曾经的皇族后裔,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,注定是没有前途的,请关注公众号, 请说历史,请说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, 铭记每一天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livro则与点点栏目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